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发银行资讯专家 并受聘于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 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 主要研究领域为 劳动经济学 城乡和区域发展 社会经济学 2015年被评为 中国人文社科有影响力青年学者之一 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关键词是 宜居城市 那么一想到宜居 我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 一定是大片的绿地 宽宽的马路 可是这样的对于宜居的概念 现在实际上已经是非常过时的概念了 曾经在全球范围之内 以伦敦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机构 出过一个全球的宜居指数的排名 它用的就是比较传统的 老套的度量宜居的这样一些指标 结果排出来的宜居城市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全10名有4个在加拿大 有4个在澳大利亚 大家一听就觉得要笑了 这样的一些城市都是出现在那些 人口密度特别低的一些国家 大家知道整个加拿大的人口 也就3000万 比我们上海多不了一点点 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 还不如我们上海的人口多 如果按照这样的排名的话 大家觉得 那你就不如把各个国家 人口密度排一个序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大城市的宜居来讲 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宜居城市的 一个指标体系 移居城市是指对城市 适宜居住程度的综合评价 移居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到 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 指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 人文社会环境 生态与自然环境 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 发达国家对移居城市建设 是以早期的人居环境关注为标志的 1976年 联合国召开了首届人居大会 提出以持续发展的方式 提供住房 基础设施服务 1996年 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 城市应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地的概念 此概念一经提出 就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 成为21世纪新的城市观 在新加坡也有一些研究机构 研究城市的移居指数 在他们的指数构建的过程当中 他们讲到 要研究一个城市的移居程度 必须首先重视人性 而人性的第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追求很高的生活质量 而这很高的生活质量的第一条 又是就业和收入 所以这就解释了 我经常会碰到的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我经常在我的各种各样的 公众讲座当中 我问我的听众朋友 你们喜欢大城市吗 很多人都说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大城市 于是我又会问他们 特别是一些大学生 如果你们现在在毕业以后 找工作你会去哪 超过一半的人口 甚至超过60% 70%的我的朋友们 都会说 我要到北上广深 这样的城市去就业 我又是跟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你们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吗 你们又不喜欢大城市 你要大城市去就业 所以我要讲的这个现象 首先我就要告诉我的观众朋友们 大城市的第一个 符合宜居的条件 就是它能够满足 我们对于人性的第一个追求 就是强大的收入创造力 和就业创造力 而这个就业创造力 和收入创造力的源泉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来自于大城市 对于全球范围之内的 强大的服务提供能力 你可以看到 全球有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 都是集中在一些的 一线的全球城市 比如说 纽约和伦敦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这个城市 硅谷就在旧金山周围 它是全球重要的 科技创新中心 那么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强大的一些科技产业 教育 医疗 这样一些产业 一些创新 都是集中在一线的城市 那么恰恰是因为 这样的一线城市的 这种服务业和创新的 强大的竞争力 使得一线城市 以及围绕着一线城市 建起来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成为世界范围之内 竞争力的来源 那么第二个 使得特大城市 移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就是它的消费的多样性 那么一线城市的消费 往往能够让大家觉得 我在这里生活 我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什么都有 这就是特大城市 一线城市的魅力 它给我们的消费的多样性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证 那么除了提供就业 和消费的多样性以外 大家一定会问我 那人多了以后 就会带来很多的 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交通拥堵问题 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很多人都非常简单地 把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 简单地跟人口挂钩起来 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 人多或者人口密度高 就是产生交通拥堵的原因 可是大家如果要到全世界各地去 跑一跑就知道 人多的地方和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还真不一定是交通拥堵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纽约旅游 我到这个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上面是有语音的介绍的 在这个语音介绍里 我印象非常深地讲了一句话 说我们纽约人不开车 为什么呢 因为纽约有非常强大的地铁网络 跟这个非常类似的是 东京 香港这样的城市 东京和香港也是全世界 人口最多 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区 但如果大家去过东京就知道 东京的交通并不拥堵 香港的交通也并不拥堵 香港作为一个非常老派的城市 它的道路非常狭窄 有很多地方只有两车道 或者四车道 但是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在香港的有些道路上 汽车的速度可以开到70码 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司机 它的车技可真是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香港真的不是很拥堵的一个城市 相反大家会觉得在香港特别便捷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就是我刚刚讲到地铁出行 东京也是一样 根据统计数据 在东京百分之八十几的人口 出行是靠地铁的 在高峰期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乘地铁上班的 而且东京的地铁管理也非常好 我经常跟大家提到的一个例子 东京的地铁都是有这个时刻表的 如果大家感到自己上班 应该有的那一班地铁 你撑上去了 那么保证你上班不会迟到 而且日本的地铁是这样 如果由于一些地铁运营公司的原因 导致地铁当天出故障了 比如说停了或者怎样 导致大家迟到了 你可以问这个地铁公司 要一张证明 拿这张证明 你到公司去 就算你迟到了 可以不被扣钱的 那这个就是强大的 一线城市的管理能力 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便捷性 那么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现象 就是要告诉大家 人多 人口病毒高 反而有的时候 能够帮助你 去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 比如说地铁的发展 本身就是一个 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的 一个基础设施 大家想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不够多的话 它怎么会有强大的投资能力 去发展几十条地铁线呢 恰恰是在一线城市 人口多 地铁的线路长 密度呢 也非常高 这使得大家呢 出行的时候 就宁愿选择撑地铁 而不是开车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交通的便捷性就大大提高 与其同时呢 另外一个现象 也非常有趣 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 香港的中环 你会发现什么呢 香港中环 有全世界密集的这个楼群 由于这个楼群非常密集 楼和楼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并不是很远 所以呢 它就可以建设大量的 这空中连廊 把楼和楼之间啊 连起来 这样的话呢 你到香港有什么体会呢 你在中环散步 或者购物 或者工作 你基本上不需要 走到建筑物之外 它的空中连廊 可以帮你非常便捷地 从一幢楼 到另外一幢楼 购物也是一样道理 你从一个商场 到另外一个商场 基本上都是走空中连廊的 那么这样的空中连廊 发展起来以后呢 反而使地面的交通呢 就变得更加便捷和通畅了 因为地面的人口的流量啊 就被空中的人口流量 所替代了 所以给大家举的这几个例子 就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不要总是觉得啊 一个城市的 这个交通拥堵的这个问题 是跟人多 人口密度有关 在某一些机制之下 只要你巧妙地运用 你的人口规模 所产生的规模经济 和你的人口密度 给你带来的一些便利性 你反而可以通过大密度的地铁网络的建设 和空中连廊的建设 来缓解地面的这个交通拥堵问题 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些一线城市 在过去路干年以来 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 不断地通过轨套交通的发展 和空中连廊的建设 来使得他们这个城市的拥堵 得到缓解的一个秘密所在 那我刚刚跟他讲的呢 就是第二个方面的移居 就是便捷性 这一点对于特大城市的建设来讲 非常的重要 曾经有个非常著名的香港作家 叫易书 他在他的这个书里 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判断 也正跟我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香港是全世界最便捷的城市之一 你可以在离家附近一公里 甚至半公里的范围之内 解决你的生活当中 绝大多数的这个问题 香港的秘密是在哪里呢 为什么香港的城市建设 可以让大家觉得 生活的便捷性能够提高呢 这里我就要跟大家讲到 便捷性的另外一个来源 就是窄马路密度高的路网的建设 在我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 不相信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个测试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要缓解交通拥堵 你用大马路 还是用小而密的小马路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凭你们的直觉 你们一定会选择大马路 宽马路 其实可能恰恰是相反 全世界的这个发展经验都告诉大家 其实宽马路的发展模式 非常不利于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 便捷性也会下降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有大量的密集的小马路 可以产生交通分流的毛细血管作用 打个比方来讲 如果你开车 开在一个比较宽的马路上 突然拥堵了 你拐个弯就可以拐到一个小马路上 那么有很多毛细血管呢 就导致你的主干道 不至于拥堵的太厉害 一些环线的建设 这些大马路很少有出口 如果一旦交通拥堵的话 可能整个环线就全线拥堵 那么另外一个 大家还不太容易能够想到的呢 就是宽马路会增加大家的生活半径 你就这样想 如果是一个窄而密的一个路网的建设 这种马路的边上是比较适宜行走的 如果这样的马路的边上的行人比较多的话呢 很多服务业的这个街边店就可以开出来 各种各样的服务业的街边店会开出来 那么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 你的生活半径呢 就可以大大减少 其实啊 在中国的城市发展里 也有一些城市是相对来说 路网比较密集 那么在路网比较密集的这个城市里呢 你会观察到 大家就有大量的这个街边店 这种街边店的行程 就可以缩小大家生活半径 如果大家有机会啊 去日本的城市看看 不管是京都还是东京这样的城市 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香港 为什么生活这样的便捷 就是因为很多的很窄而密的马路 有大量的街边店 实际上台湾的城市的发展 也有这样的特征 欧洲的城市的发展 也有这样的这个特征 所以在全世界的国际比较里 世界银行的研究告诉我们 宽马路的这个发展模式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能够便于大家开车出行 但是从未来发展角度来讲 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 可能带来一个巨大的成本和负担 而且这样的城市发展呢 很可能不利于大量街边店的产生 不利于提高大家 在对服务业有越来越多的 更高的需求的时候 能够通过这个城市的建设 能够很便捷地满足自己的生活的需要 于是很有可能 当你需要有更多的时间 用来跟朋友见面 出去消费 比如说聚餐 会朋友的时候 你需要开车 因为你家的周围 没有这样的一些便捷的 一些生活的设施 和服务的消费场所 你必须要开车 于是实际上人的通勤距离 是被拉长的 那么这样的生活的这种方式 就可能给我们的城市运营 带来一个巨大的负担 所以国家在前两年 提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建设的 发展规划的指导意见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中国的未来的城市 将不再建设大街区制 而逐渐增加小街区的建设 这种建设模式 也就是为了通过 我刚刚讲的小街区的建设 来增加路网的密度 多建不是特别宽的窄马路 那么这样的话 使得人的步行范围之内 能够满足大家生活的需要 目前全球多个大城市 都纷纷在建设密集的城市路网 以下这张图就显示了 都陵 巴塞罗那 巴黎和东京银座 四座城市每平方公里 交叉路口数量 可以看到在这些城市当中 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数量 都在100个以上 其中东京银座 更是高达211个暂居首位 而在交叉路口之间距离的对比中 东京银座又是以43米 一个交叉路口的密集度居前 那么这也是世界上范围之内 你可以看到的一些特大城市 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减少大家通勤需求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 城市移居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环境的友好程度 怎么在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 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友好 如果回顾一下世界上一些 其他全球的一线城市发展的历程 他们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后的1950年和1960年代 也曾经经历过非常严重的 城市环境污染的问题 比如说当时在英国的伦敦 爆发过烟雾事件 在美国的洛杉矶 也曾经出现过光污染的事件 当时的城市的空境质量 也是非常差的 但是经过这样几十年的发展以后 你会看到伦敦 纽约 东京 这样的一些城市 包括我前面提到的 洛杉矶这样的城市 它的环境质量 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些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逐渐地减少了工业 在经济结构当中所占的比重 而服务业这样一种 比较环境友好的产业 所占有的比重不断地提高 与此同时 这些城市也共同地加大了 对于环境治理的力度 比如说提高了 汽油的清洁程度的要求 比如说加强了 对于环境污染行为的一种管制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 环境的问题 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生产的结构里 越来越多的发展服务业 在生活里用地铁出行 来取代汽车的出行 一个城市的环境 也是可以得到治理的 那么一个城市 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大公园呢 我们很多人一想到宜居 就特别喜欢宽马路 大公园 大面积的绿化 但是其实在特大城市里 一些城市拥有的一些大公园 都是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里 遗留下来的 具有历史记忆功能的 这样一些大公园 比如说伦敦有大公园 纽约也有大公园 纽约的中央公园也非常大 但是这样的大公园呢 它主要是承载了一个 历史记忆的功能 那么如果一个城市 在新建公园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要更加注重 口袋公园的概念 而口袋公园的概念呢 就是指面积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我的分布就特别广 香港 新加坡 这样的城市的发展 都是在采取口袋公园的 这个模式 在我们今天的上海 也在提出 未来要建设 越来越多的口袋公园 让大家在步行距离之内 能够到一片非常友好的 环境非常优美的 这样一个绿地区 进行健身和休闲 那么这样的一种环保的模式 也是适合特大城市的发展的 那么在特大城市里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人口多 人口密度高 建筑的密度也非常高 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跟环境之间 又怎样处理它的关系呢 那么在现在 世界城市发展当中 出现了另外一种发展趋势 就是垂直绿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特大城市 以东京为例 强调楼宇的顶部 楼顶的绿化 还有呢 就是楼体的这个墙面的绿化 高架桥的立柱的绿化 在一些特大城市的新的建筑里 特别强调城市的阳台的绿化 以及这个楼宇本身啊 就具有很多的公共的绿化面积 那么这样的一些新的理念呢 也在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 和管理方式的改进 来提高这个城市的环境友好程度 所以呢 我今天要讲的这些一些故事啊 就是在告诉大家 全世界范围之内出现的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怎么能够在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不断吸引更多的人口 到这个城市来居住和生活 还有工作的同时 能够实现移居城市的建设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经验呢 就是告诉大家 特大城市的移居 首先还是要注重这个城市 对于就业和生活质量提高的 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 那么与此同时呢 通过发展密集的交通网络 特别是地铁的建设 来提高这个城市的便捷程度 我还提到了一些特大城市 空中连廊的建设 在环保这方面 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服务业的比重 降低制造业的比重 同时呢 通过口袋公园的大量建设 以及在建筑当中 强调立体的绿化方式 能够在综合的各个维度 提高这个城市的移居程度 那么面向中国的未来 由于整个世界范围之内 都在出现城市大型化 以及大城市引导的 都市圈和城市圈的发展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中国的大城市 就必须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从我刚刚讲的几个维度 进行努力 来改善我们城市的移居程度 好 今天呢 我跟大家的分享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街马财商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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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